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沙凱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款 屬於大英雄大亂鬥的卡牌遊戲 勇士不要停 我們超過十萬轉來測試看看 到底帳號能變多強 喜歡看那種雜錢玩遊戲的話 別忘了點個免費的喜歡 那就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吧 這是一款5V5放置型的策略卡牌遊戲 除了放置自動戰鬥 也能自行手動放招 出戰陣容需要五位英雄搭配多個士兵 會根據你的陣容及建築物等級 決定你隊伍的強度 所以這款遊戲主要重點 除了要養好角色之外 還必須升級建築物 重點來了 不用擔心練錯角色 這遊戲隨時能重置角色等級 會百分之百返回養成材料 還能直接用五個等級最高的角色 讓所有英雄都能繼承他們的等級 讓你養成五負擔 輕鬆好上手 而且手法卡池共有43英雄 其中SS英雄12隻 那麼多的英雄就能玩出相當多的組合搭配 角色主要走療癒感覺的動畫卡通風格 遊戲玩法相當豐富 其中包含有試煉之塔 黃金航道 日常副本等 這邊就來跟大家介紹 我認為最有特色的世界BOSS 每天固定三個現實時間內 會出現世界BOSS 所以每位中午12點 晚上19點 晚上21點 在指定時間內 每位玩家都可以挑戰世界BOSS 傷害前三名的玩家 更可以獲得世界BOSS 禮盒 其中可以隨機開出SSS碎片 世界BOSS被打敗後 會掉落的珍貴裝備 道具支援 大家可以透過 鑽石近拍獲得 就跟現實的近拍叫價一樣 一人一口架 往上叫 價錢最高者得標 並且如果你是對BOSS完成最後一集的玩家 將可以獲得1%的掉落近拍鑽石 其餘89%的近拍鑽石 將評分給參與擊殺BOSS的玩家 這機制讓平民也能夠白嫖到免費的鑽石 我認為是蠻佛的一個設計 接著在主隊補正方面 我會建議根據你抽取到的英雄 去決定你主要要玩哪一隊 推薦新等數高的優先培養 主隊方面 我自己會推薦 主1-2位坦克角色 一個補師 一個上BUFF的 最後帶上1-2位輸出型的角色 注意英雄前5隻等級 需要平均分配 才能到達最大效益化 跟大家介紹我的主隊分配 出戰時比較坦的馬卡巴魯 就放在隊伍的前端 半坦輸出的牛魔王放在其後 讓BUFF的索菲放在雙坦的後面 最後放補師 萊恩及丹尼利斯 剛進場時 我們這邊先靠馬卡巴魯 牛魔王坦下第一波的傷害 接著萊恩施放必殺技 幫整隊補血 提升續航能力 再來索菲上BUFF 增加攻速攻擊 不得不說索菲真的是相當強勢 能給攻速加成 還能給減傷 能讓你的主要輸出角色相當舒服 可以看到由於前排彈得相當好 丹尼利斯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 能瘋狂的在後排輸出 這套體系只要前排沒有崩 基本很好贏 邊補邊彈 我們就輕鬆拿下這場戰鬥的勝利 對部落養成方面 在前期會推薦各位 不要升級號角酒館 這裡會很大幅度影響到你抽到的角色 解鎖7級後 甚至還能抽到指定塔池的SSS英雄 這裡我先砸10萬賺 抽給大家看看 到底能提升多少戰力 抽獎不用觸發保底 就能提武士或者SSS英雄 如果你運氣好 一次就抽到了兩位以上的五星英雄 還有全服的播報 我花了10萬賺後 目前就把丹尼利斯直接推上四星 戰力從59K 提升到了75K 還額外抽到兩隻SSS英雄 索飛及牛大力 如果你有抽到SSS級角色 還能用英雄取願 能讓你想要得到的角色 抽獎機率提升至50% 有一個通過徵招號角 再兌換五星角色 抽獎機制整體填起來是相當成熟的 整體玩笑的感覺 由於能自動戰鬥加上一鍵合成 感成算是相當輕鬆 並且遊戲最多還送你2025抽 讓你體驗抽獎的爽感 抽到五星的爆率算高 我這一時測約20到40抽 就能出至少一張 五星以上 如果你想要一款好上手 上手難度不高的 放置型策略卡牌遊戲 那就可以來試試這款 勇士不要停 現在預約還直接送你 2025連抽 和22支SSR 百萬福利支援免費送 還能花分一億賺 之前登錄還有機會獲得 全新iPhone16 DX5 4 遊戲機 Apple Watch 豐富 好物理 當資訊我都放在資訊欄 及下面留言區 有興趣的紅椒 可以參考看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感謝大家觀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掰掰